炎炎夏日来到 议长饶庆林为服务离岛的居民 关心长者的仪容和个人卫生 特别举办了让爱从头开始的活动 邀请新世代关怀协会议检团 和武道老师赴兰宇居家关怀协会 为当地的居民提供检法修容等服务 同时也带来歌舞表演 也让在地的居民能够感受到各地的温暖 动感幼稚趣味的舞蹈动作 让现场长辈笑开怀 台东县议长饶庆林 邀请新世代关怀协会 和台东舞蹈老师杜兹荣 前往蓝宇办理 让爱从头开始议检活动 让居民长者们能清爽迎接夏日到来 活动过程中 议长得知一位行动不便的妇女 很想来现场检法 便立刻安排美法师至家中服务 为她剪了一头俏丽发型 议长饶庆林表示 爱心妈妈无私的付出让人非常感动 愿意全力支持她们的爱心善举 并透过团队设计出纪念山艺麦 且注目的议检的交通费用 社团法人新世代关怀协会理事长穆修英 也感谢议长饶庆林 一路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未来也将与议长继续一同投身关怀台东弱势 记者肖家慧台东市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